意外 死伤跟失踪了人数持续的增加 不少家属赶往医院跟殡仪馆 见到家人的遗体 家属悲痛欲绝 还有母亲伤心的说 曾经漏接女儿的电话 女儿后来传讯息来说自己很好 但没想到却天人有格 酷气声不断传来 一位被家属在等候室内 强忍悲痛 指认遗体 怎样都没想到 孩子快乐出门过节 却命上离太院 女儿曾打电话却没接到 在见到时已经是一具冰冷遗体 还有一位父亲曾接到女儿来电 但当时传来的是吵杂的尖叫声 得知事故消息后 父亲立刻去失踪者登记处 直到隔天才找到女儿 离太院意外发生后 死伤跟失踪人数持续攀升 和南东社区服务中心 每小时受到数百份失踪报告 不少家属心急前往医院指认 有些人冲击过大 当场昏倒 还有人迟迟找不到亲人 一百多条年轻生命消逝 家人伤心欲绝 欢乐的万圣节 从此成为这些家属们最沉痛的一天 PVBS新闻做不到 这期踩踏意外已经造成了154人死亡 还有149人受伤 其中外籍死者攀升到26人 分别来自14个国家 这次惨剧由于死者人数太多 也造成了身份上的辨识困难 南韩官方表示目前还有一成的死者身份 有待离情 新闻记者重回南韩离太院 万圣节踩踏窄相 但现场所有的夜店都已经大门深锁 安静的像是另一个世界 南韩官方表示 目前已完成九成的厌尸工作 死者中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也包含一些未成年者 由于南韩未成年者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登录首映记录 造成辨识困难 有些人甚至是靠身上穿的变装服 由亲友指认 另外外籍死者的部分 人数也攀升到二十六人 分别来自包含伊朗 大陆 美国 俄罗斯等共十四个国家 在离太院推积中生还的外国人士 回忆事发当下还是心有余悸 目前首尔持续在多处设立了临时办公室 帮忙追踪失联民众 因为包含外国人在内 失踪的通报其实已经超过上千届 原本是众人真香朝圣的离太院万圣节 因为踩踏悲剧蒙上阴影 由于越来越多民众表示 早在事发前几小时 现场就已经人满为患 而为何事前都没有人发出警报 也没有人员控管 难痕当局恐怕得一一厘清 还给死者家属一个真相 DV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起离太院的致命踩踏事件 其因究竟为何呢 从募集者还原事发经过 说现场挤满了十万人 而这个巷子非常的窄又拥挤 加上现场民众吵杂又互相推挤 才会在小巷中集体叠成了叠罗汉 加上事故发生 假日人潮车潮多 救护车难以通行 民众报案到救护车道场 先隔了17分钟 导致汗室发生 看到伤者还有气息 救难员赶紧将他台上担架 南韩离太院爆发致命踩踏事件 抢救画面曝光 大批消防队救护人员 加上警力疏散离太院人群 在南韩离太院致命踩踏 现场漫目疮痍 从接获报案通知到救援 等了17分钟 还原离太院踩踏事件经过 晚上10点22分 旧店旁的小巷传出惨叫声 超过10个人被押住 消防员获报 但假日人潮车潮用线 救护车难以通行 过了8分钟爆退警 有人跌倒跌5、6层 43分启动第一阶段应对措施 灾难支援医疗小组出动 之后一小时内启动 23阶段应对措施 总共派出142辆造访车 爆发踩踩事件 民众几神一团 加上现场吵杂 音乐声大 韩文后退退 推楼和往前推的 咪楼 乍听有点相似 所以不少人听错 开始往前走 引爆推击潮 由于离台院万圣节派对 挤满10万人 救费员难以迅速进入现场 民众就怕错过黄金时间 团结起来帮忙实施 CPR抢救 离台院龙山消防队长崔陈范 第一时间到场汇报状况 开了5场说明会 握着麦克风的左手不断颤抖 让外界担心 是不是精神压力过大 有医生表示 很多医护做太多 CPR时有这样的经验 让不少网友心疼又感叹 体育新闻周围封章 齐云台北报道 这起严重的推击踩踏事件 造成严重的死伤 当时人也在现场的台湾人 募集现况 他跟我们分享 整个小巷道被挤到寸步难行 他只能提醒自己不要跌倒 因为一跌下去 就铁定爬不起来 也说现在不会再回去离太院 想到那些不幸失去性命的人 心里有满满不舍 他破感 有点像雨神同行 里面他有一些 几目是在地狱里面 非常诡异的地狱的 就是样貌 尖叫声四起 救护车鸣笛急促 巷子寸步难行 空气稀薄 有些人看来脸色已经惨白 而他只能一直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跌倒 因为只要跌下去 一定爬不起来 我觉得在那边 鞋子不见得很合理 我有时候一度被踏到 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赤脚 还是我鞋子还在脚上 完全动弹不得的时候 就一度想说 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成名脱身 出事地点就在山坡上 也包围在大楼中间 两边出口的人 不知道里面挤成什么样子 所有人也照自己的意思散开走 后续才会酿成悲剧 而同样是台湾人的女魔安琪 当时看到离泰院旧伤景象 也形容宛如灾难片 然后消防车是塞满整个主干道 然后大家都在三四十个人 被衣服扒光 然后要赶快 遇到他们可以呼吸 然后赶快做CPR 时隔一天 安琪人鱼记犹存 在IG发现时透露 半夜要合眼睡觉时 脑中不断出现人间炼狱 混乱躺一排的画面 一直大量涌现 挥之不去 就连安眠药都挡不住 一场原本是开心欢庆的活动 如今变成目击者 挥之不去的梦魇 现在只希望逝者安心 有越来越多的人渡过难关 TB新闻 杨姐博张会先台报道 而这起踩踏事件 大陆使馆表示 造成了四位大陆公民身亡 而当时在现场的大陆游客 跟留学生受访时表示 看到有人被挤到吐血 断气 还有人在现场打架 像疯子一样乱推乱起 南韩离台院踩踏踩灿当下 尖叫哭神四起 被挤在人群中的大陆公民 还原当时惊恐又绝望的感受 大陆游客截后余生 声音还非常虚弱 从他发出的照片 可以明显看到双腿欲轻肿胀 还有在南韩留学的大陆学生 受访时表示 现场看到有人打架 还形容有疯子故意撞他 当时那个情况 是你整个人已经感受到慌张了 我根本就没办法 都是有人在 敌我 就是那种 你那种挤血感你就上来了 据说就是比我们出来晚的人 从店里出来之后 直接面对的是一排尸体 但是现场看到尸体的人 我觉得这个心理创伤是更大的 就是很恐怖 我没有想到就是人跟人 能挤到这个程度 离台院踩踏案发生两天后 官方数据显示 造成四位大陆公民死亡 目前韩国也有不少声音指出 措施不当 必然是会导致惨案 就比如说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地铁站 当时是并没有采取 故案不停车的这个管制措施 离台院踩踏案 在大陆掀起高度关注和舆论 有陆媒特别制作3D动画 还原整起事件案发经过 并进一步分析 如果被十多个人压在身上 压力可以达到1000公斤 对亲身经历的人来说 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灵上 意外带来的影响 短时间还很难 画下去点 而今天我们南韩的特约记者 杨前豪也特别回到 事发地的离台院一号出口旁的窄巷 想要请前豪实际走一遍 带我们了解一下 这附近的地形究竟如何 才会造成这次严重的踩踏意外 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疏散 交给前豪 好的各位观众 我现在的位置在这一次 首尔万圣结产案发生的地铁 也就是离台院 我身后是地铁的离台院站 然后如果往这边看 可以发现有很多的警力 在这边维持秩序 而且拉起了封锁线 封锁线的背后 就是这一次离台院的 这个践踏产案所发生的地方 在这条巷子里面 当时就涌入了非常多人 而且这个巷子 虽然宽有4.2到5公尺 而且在上面还有 上面和下面的这个高度差异 大概有4.6公尺左右 当时换算着这个面积下来 大概是18平方公尺 也就是5.5平 在这个5.5平的空间 当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 在这个当时很多的人卡在里面 没有办法顺利的出来 加加上又是有邪度的地方 只要上面有人推击 或者是有人跌倒 就会像骨牌一样这样子 倒下来倒下来 让这个下面的人被压在底下 而动弹不得 这个现在我们才 我们听到最新说法 已经有人讲说 当时在这边目击到 有人上面被压了5到6个人左右 而没有办法顺利的呼吸 最后被拉出来的时候都是呈现 心肺功能终止的状态 而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条路 这个是离太院路 其实当时在这个惨案发生的当下 并没有展开严格的交通管制 目前首尔市的警方表示 其实他们在万圣节的聚会之前的 星期三星期四 就已经预料这边会有 大概10万的人潮 但是由于在疫情爆发之前 2017年到2019年 在这边来到这边参加 这个离太院 这个万圣节聚会的人数 大概都落在13到20万人 但是都没有发生太多的问题 所以也造成警方轻忽 这一次警方也认为说 这个人数在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也就没有配置太多的人力 在部署 部署在这个交通疏导 还有这个人力的这个引导上面 所以当时尽管这边当时 很多的车子可以进进出出 但是人流太多了 再加上看到有人推挤 然后跌倒 发生了恐慌 在这边情况非常的混乱 导致很多的警车和消防车 在惨案发生的当下 是没有办法立刻开进来展开救援 也因为这样子而丢失了 很多的救援的黄金时间 这是目前离太院的最新现场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台北棚内 好 那么这起万圣集的惨剧 南韩媒体就痛批政府 明明知道会有人潮 却没有派远警进行 交通人流管制的措施 那么刚刚前好 也大概告诉我们了一个原因了 首尔警方去驳斥 他们今年派了137名的远警到场 维持秩序 其实他们说是比往年还要多的 而且事发的当天 光是光化门外也有抗疫的活动 所以警力无法集中 也才会让这个踩踏事件发生后 只能靠电渣协助疏散 南韩离太院在万圣节 发生大型踩踏惨剧 许多人倒在地上 现场乱成一团 民众都很惊慌 现场救难人手不足 专家更痛批 南韩警察明明就知道 现场会有近10万人潮 却没有部署足够的警力 进行交通人流管制措施 离太院店家甚至得自行维持秩序 只是显然无法控制 蜂擁而至的人群 面对人力不足的指控 所以警方表示今年万圣节 已经动员了137名警力 到离太院周边维持秩序 规模已经比往年大上许多 只是南韩媒体报道 事发当天 光滑门也有抗议活动 造成警方人力分散 或许也是警力不足的原因 此外专家还说 在事故发生之后 仍有民众持续涌向离太院 也妨碍拖延了救援工作的进行 南韩警方表示 他们正计划通过监视器 还有社群网络 事发当时的影片 来重建现场状况 希望能够找出 事发的第一地点 并且厘清事故的情况跟责任 此外南韩政府还成立了 离太院事故支援小组 希望为600位幸存者 跟1000名目击者 提供伤后心理的治疗 TPBA新闻余思寅综合报道 而事发后今天一早 南韩总统尹席悦 以及夫人 一同向罹难者献花掉夜 而当地的民众 也前往事发现场献花 场面相当的哀奇 这起死伤意外 导致南韩民众 对于执政党 出现不满的声浪 质疑政府 没有好好保护年轻人 韩国总统尹席悦 以及夫人金剑西 身上一身黑表情凝重 向罹难者献花吊咽 事故发生现场的街道上 摆满来自各地民众 带来的花束 还有人带零食以及烧酒 只见店家门口 还悬挂万圣节的装饰 人潮散去后的街道垃圾散落一地 现场拉起黄色封锁线 并用远景驻守 禁止不相关人事进入 本来正准备庆祝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结果却发生人才人踩踏事件 造成严重伤亡 这也成人南韩 继2014年4月号事件以来 最严重的伤亡事故 但在欧洲出访的首尔市长吴世勋 第一时间紧急搭机返回首尔 视察离太院并成立紧急议变小组 处理后续事宜 执政党已经在野党 把政治口水放一边 放下对立承诺相互合作 强调解决事故才是众周之重 目前政府决议给予罹难者 各1500万韩元的抚恤金 而这起踩踏事件 造成南韩民众 对现在的隐形院政府 出现不满声浪 认为政府没有保护年轻人 个人指出在事故发生前 救人陆续报案 越来越多人涌入离太院 但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至于对于人潮聚集 政府在安排人力 以及交通管制上有所欠缺 万圣节前夕发生离太院踩踏事件 划断的气氛全变了掉 不管是罹难者家属 还是伤者 都希望未来不会再发生 类似事件 也期盼能够尽快查明 意外发生原因 TVN新闻综合报导 这是1600新建计的时间来关注 最近科技也似乎是风波不断